欢迎大家去收看行男好生活 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切顺顺利利 跟我们吃绿竹笋料理 吃完之后都顺顺利利 你要解我们刚刚一锅三菜 已经在这边准备好了 我们的绿竹笋 也烫好了 我们也烫好了 我们刚刚把皮剥掉 这真的就是在外头看到 烫好的绿竹笋这样子 而且那个香味 很香 很香 刚刚有朋友走过来说 你们这怎么有玉米的味道 然后结合了米的淀粉汁 加绿竹笋的味道 我们待会看看里面好不好吃 我们待会再教大家做一些料理 我们再来做一道创意的料理 创意料理 对 我们就运用竹笋 竹笋 还有 因为我这边是三笋 要顺顺利利 顺顺顺 没错 有竹笋 绿竹笋 还有玉米笋 还有卤笋 竹笋 玉米笋 还有这个卤笋 卤笋 这三个笋里面 竹笋 绿竹笋是最不容易熟 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先把它处理好 对 绿竹笋的部分 我们也先进来烫一下 玉米笋 玉米笋的部分 那烫这个玉米笋 水就这样子就好了 就是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盖锅盖 盖锅盖 冒烟两分钟就好了 冒烟两分钟 是 好 非常简单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放的是卤笋 卤笋它比较快熟 所以我就跟着这个小卷 一起煮就可以 我们今天的中卷 中卷小卷 一起让它熟 是 其实按照食材它的一个 处理的时间 没错 熟成的时间 对 我们事先就可以先做 对 这样子做出来的所有的三笋 跟我们的中卷 它的熟度就一致 对 对 玉米小姐学问就在这里面 没错 学问就在我们今天的中卷肚子里面 我们就把三笋烫好之后放进去 因为卤笋我刚讲过它比较容易熟成 就跟着中卷一起就好 好 我的玉米笋这么快 是 一般我们以前要煮很久的玉米笋 而且没办法掌握猴猴 对 我们刚水很少对 所以它一下就冒烟了 大概因为它本来要煮两分钟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烫 对 所以我现在一分钟就好了 一分钟就好 对 不要让它完全熟 不要让它完全熟 然后这样子就会很鲜甜 然后熟度就刚刚好 好 所以说你说 师傅一点通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 对 对不对 那土地呢就是 可能煮起来有的烂 有的是过熟了 对 有的是不熟了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技巧 大家稍微要记一下 我以前不太吃这个玉米笋 我觉得它没有味道 然后那个罐头的玉米笋 又很难吃 那个真的不要吃 对 但是我自从用了这个锅子 烫出来玉米笋 好好吃 好甜 突然我想去吃一口 因为你刚刚说还没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 我尝尝看 好 会跟之前的印象都不一样 是不是不一样 我第一个感觉是好甜 真的 好甜 真的好甜 以前我们不知道 绿竹笋会甜 我真的以前不知道 然后自从用这个锅子 玉米笋 有玉米笋 然后烫过以后我才知道 原来玉米笋 我们以前都误会它了 是真的因为我们 因为不加那么多水 是 它的食材本身就是甜 对 而且它熟成的速度很快 很棒 这相当一模一样 相当一模一样 好 那我们开始要准备 我们今天的食材 那我们的绿竹笋 把它切长条 好 要包到中卷里面 对 我们要包到中卷里面 我这边就准备来塞 它这个中卷 中卷在做之前 我们准备了鱼浆 对 鱼浆我们先放一些进去 然后把它往内挤 有比较紧实度 你很聪明 这样子再加上我们山笋 竹笋 卤笋 还有玉米笋 它就会比较饱满了 对 然后你要整个蒸透了以后 那个鲜甜度就非常美 我把芦笋先给你 好 就直接这样插进去就好了 对 就这样插进来 哇 太棒了 对 玉米笋 对 所以我们里面 等一下蒸出来就有中卷 鱼浆 绿竹笋都在里面 我想到切完断面 对 三个笋的颜色 对 太棒了 如果这个时候可以用筷子 稍微辅助一下 对 好 这样子整个的一个 我们叫做 中卷结合三笋 是 待会儿透过蒸的方式 对 我觉得不就钢锅 它来做蒸煮 蒸海鲜 也是非常棒的一个 非常棒 因为也不用再用水 像我们现在的料理很少 像我刚刚烫青菜 也不用再放水 是 然后我们放 这个海鲜也不用再放水 是 好 这样子整个就等于把它填实了 对 填实之后我们下去蒸煮 那这个口我们就用鱼浆 先把它裹满一下 太棒了 对 那我们就放进来 好 你那个锅子有没有做什么处理 先热锅吗 我们刚刚不是烫了玉米笋吗 刚刚烫玉米笋的锅子 对 刚烫玉米笋的 那就不用洗锅 好 那有没有酒 给我一点清酒好了 清酒 这边有清酒 对 好 那放进来就好 然后帮我开火一下我手 开火 OK 好 那等一下冒烟 我现在大火 先大火没关系 盖锅盖 好 盖锅盖 好 然后等一下冒烟之后 大概两分钟 冒烟之后两分钟 对 两分钟就好 因为我们现在剩下是鱼浆 还有我们的中卷 是 然后还有我们的卤筍 这头要下去吗 要 头一起把它放下去吃 好 OK 对 好 这样子的食材 对 好 那现在这边 我们现在完成了两支钟卷 是 结合三笋 对 新鲜的三笋 创意料理 好 其实我刚刚看你创意料理 你讲创意料理 创意料理 那个东西要沾酱对不对 对 我们沾一个很简单的 而且夏天非常爽口的一个酱 我看你这边准备的酱 对 我这边准备的是优格 优格 原味的优格 跟 跟芥末 对 芥末 对 就直接混合在一起就好 这样子结合 有 确定吗 确定 我真的没有尝试过这样子的感觉 当然你也可以用沙拉也可以 我觉得夏天可以尝一尝这种 不一样的味觉 你了解 对 你今天真是创意料理 真的 芥末跟优格 一定搭的 这个夏天是非常好 我已经想到开胃的感觉 对 非常好 而且芥末 冲鼻子的感觉 郑果你看我这个冒烟 这个蘸酱大家准备 我这个冒烟也好 你冒烟 好 真的就是这么快 对 太棒了 很快吧 对 你看我们这个中卷突然 它那个饱满度 太棒了 你看这就是自己在家做菜的好处 而且这个汤汁 你看我们刚刚没有加水 汤汁继续流到 对 继续流到 我们就是煮下一道的汤汁 我们先摆在这个地方 让它凉 凉了之后我们再切片 好 我们再切片 我们先介绍下一道料理 下一道料理 我们下一道料理 我们要来做 我们的味噌的虾仁竹笋 味噌虾仁竹笋 对 好 那很特别 那因为我这边 虾子先剥起来了 对 那我的 因为我今天不准备 特别准备高汤 我就把这个虾壳留起来 这招一定要学起来 对 这个虾壳留起来 我们就可以当作高汤来使用 而且刚刚那个中卷的汁 也在里面了 太棒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虾壳 先煮一下 让它那个汤头又会更好 就取食材本 真的 对 完全都不会浪费 那 郑果你可能要帮我把竹笋 再切一切 这个竹笋 本来我想要切片 煮这道汤 但是因为我刚刚有剩下这些食材 所以我们干脆把它都切丁 切丁 把切丁 那我这边 把刚刚的三笋也都放进来好了 刚刚那个卤笋 我刚刚想的卤笋 玉米笋 你要怎么处理 都切丁好了 好 我们食材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大概把它一起入过去 全部都切丁 对 而且这些纤维纸都很够 然后这样子刚刚好 好 卤笋切丁完呢 切丁完之后 我等一下就会把它放进来 那我这边味噌 我要先把它拉匀 好 味噌 对 来 我们今天请大厨当下二厨了 我先帮你滴味噌 这边还有清酒是要一起吗 是 我就一起把它拉一拉 好 好 利用拉拉队 对 不然你等一下 把味噌放进去的时候 你要在那边搅拌半天 对 每次筷子都要把它搅化 对 就用这个拉拉队 好浪费时间 对 我们就把清酒放进来 好 然后我放一点糖 味噌 清酒 加糖 对 这是我们待会儿的酱料 然后就拉一拉就好 好的 这时候还要注意旁边的锅子 是 那边已经冒烟了 对 好 大概也差不多了 好 你看我的味噌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味噌的寿司 对 就拉好了 OK 好 好 我的虾壳也好了 虾壳不要对不对 对 虾壳把它捞出来 把它捞出来 来 好 取虾壳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美味就好 对不对 是 把虾壳拿出来 好 简单的高汤 你看我就觉得你很棒 林小姐 你做菜每次虽然有重叠 但是就会取它本身 上一道菜的它的新鲜的 对 这个汤汁 对 都不要浪费掉 再来把它发挥 来 好 我们的高汤锅底 高汤底已经完成了 是 好 好的 马上来 好 我要姜片 姜片 对 你先拿到 我帮你切姜片 OK OK 我们的姜跑哪去了 姜在这边 姜片就好 姜片 要去把它烤箱 对 好 来 姜片来了 好 放进去 放进来 好棒 好 我的虾子 虾进去 对 好 光这样子的味道就很棒了 很棒了 好 然后味噌进来 味噌 的确 那个下壳 刚刚稍微烧烤一下 这边其实都是熟的 然后芦笋要切丁 芦笋切丁 对 然后玉米笋也切丁 好 原来刚刚的食材 也不要浪费 对 一起把它拌进来就好 拌进去 然后都不用再放盐巴了 因为我的 味噌是咸的 对 味噌已经够咸了 所以不用再放盐巴 好 好 就剩好了 玉米笋 好 玉米笋也OK了 所以你看我们剩下的材料 又变换成另外一道料理 让它全部进去 对 这道相当丰富 对 然后盖一下锅盖 盖锅盖 对 一定要盖锅盖 因为你用快炒的方式 不会让你的食材变得熟透 然后它速度会变慢 所以我们就用盖上锅盖 让它里面自然去烹调 你根本都不要炒 里面自然 锅子会自己帮我们炒 对 其实在你的厨房当中 很少听到轻轻空空的声音 我很少这样 而且 所以你这样就不会有油烟 是 好 那我们剩下时间 就可以来清理厨房 我以为剩下时间就可以聊天了 可以 剩下时间清理厨房 但是做节目有郑国陪我聊天 对 好 我觉得一边做菜一边清理厨房 是对的 对 那你就不会整个厨房 这样很乱 那我的葱也要切磨 冒烟的过程当中 我们再来讲一讲 刚刚 你这个也是 这一道本来只有一个 我冒烟了 冒烟了 本来只有一个绿竹笋 我的葱 我还想继续聊天 不行 因为锅子真的太快了 我已经优雅到还想继续聊天 葱是马上上去吗 而且你切葱的速度 不及我锅子的速度 对 葱又要赶快来了 好 全部上去吗 对 好 来 全部给你 好 OK 好 太好了 来 食材不要浪费 满进去 好 然后我葱会稍微再 稍微再焖一下 稍微再焖一下 对 那提个香味 但是你可以熄火了 可以熄火 我要我的左右手 左右手 来 这个 好 好 好 你煎好了 虾都活了 感觉 是 你看那个尾巴翘那么高 因为我为什么要打断郑国的话 因为我不打断我的虾就会过老 对 的确 那个熟程度要抓到 太棒了 所以其实这道料理 我们只是把食材都丢进去而已 对 然后我们也没有再 都不需要再放油 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放油 好 再来这边我已经受不了了 对 受不了 想管夹起一个虾来吃一吃 你看那个汤汁 那个寿司好濃郁 就是太棒了 而且你看每个食材 几乎都沾上了这个寿司 不能浪费 真的不能浪费 太棒了 这边还有虾膏 还有虾膏 对 好 我觉得那个锅在用那个饼 什么在沾一沾 很棒 好的 我们这道也完成了 对 那我们要先进段广告 回来准备要开锅了 一锅三菜我们要开锅了 我们先进段广告 好的 欢迎大家去收看 《行来好生活》 李小姐见证奇迹的时刻 是 一锅三菜 哇 我们这边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这边有一个 卤笋 竹笋 鸡汤 这个鸡汤 鸡汤 对 竹笋 竹笋 鸡汤 然后你现在捞出来是 我们准备要做冷笋沙拉用的 对 OK 它跟着这个鸡汤一起完成 是 好 我们把它晾到这个地方 好 然后我这边放一点盐 是 好 汤 就是鸡汤在最后开锅的时候 要吃的时候再调味 对 再调味 好 这个是我们的鸡汤也出来了 好 太棒了 哇 其实我觉得鸡汤搭上竹笋 跟竹笋 那个感觉就太棒了 来 直接要盛出来了吗 对 你看我们的米包 好 刚刚那个米包 对 好 这个米包是因为让我的 这个竹笋能够更鲜甜 对 更鲜甜 更鲜甜 来我帮你端到 好 还是我拿出来 先拉出来 先拉出来 我来处理 好 可以吗 可以 好的 这边我来盛 好 我们先把视线摆在这个地方 现在你看 对 刚刚是一滴水都没有加 这么多的肉汁 对 全部肉汁都出来了 这么多的肉汁出来了 好 好 我们那边盛 这个 我们的竹笋烧肉 对 竹笋控肉 对 那我这边把汤把它完成 好 我觉得这个时刻是最棒的 这么多菜已经完成了 那家人也准备回来了 对不对 对 哇 这样子摆出来就相当丰富了 怎么我讲着讲着口水就 真的 我也是 我一直 我跟你讲 郑果你应该来添这一碗 我快受不了 我真的快受不了 真的 受不了的好吃 对 感觉真的是受不了好吃 对 好的 摄影师可能更残酷 哈哈 他 他只有看得到 我觉得上面的导播比较辛苦 导播还闻不到味道 我们这还可以平方 哇 这一锅相当丰富 这个 而且量相当多 对 米小姐 你这个大概可以吃到六个人了 可以 绝对可以 六个人 我们这个竹笋 竹笋鸡汤 也已经正式完成了 太棒了 绿竹笋控肉 绿竹笋控肉 上菜了 对 好 这些完成了之后 我们的笋 这个要切滚刀 我们的凉笋已经凉了 我们把它切滚刀 这竹笋品质还不错 对 而且那感觉相当棒 对 好 切成滚刀 对 准备要拌我们的沙拉了 是 那通常以前 大概会用那个沙拉 对 那有时候我会只喜欢用酱油 沾一点三葵 听说你最近喜欢吃酱油 像三葵 为什么呢 因为减肥吗 这还要问吗 的确 你这样吃起来的确有成效 那我看我这个样子 就像吃沙拉的人 好 对 我说其实有些小地方改变 它的美味不会调 不会 并不会减少 对 但是 而且你可以变化出不同的 一些料理的吃法也不错 一些料理的吃法 对 好 我们这一半弄沙拉 一半待会沾酱油跟芥末 OK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来 沙拉当然 也值得期待的时刻 就是把沙拉拌上去 真的 夏天有时候就要来上这么一盘 对不对 然后挤沙拉这个过程 是最棒的 真的 满足了视觉的效果 这一半是吃沙拉 这半沾酱油 没错 好了 品尝的时刻到了 林小姐 来 我们应该先从清淡的吃起来 你应该要先吃我的 才可以 你这样才会感觉不一样 不好意思 然后沾一点这个 沾点芥末 对 太棒了 有没有 是不是不一样 的确 的确 不一样的感觉 好 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我还是 我还是觉得 我们要先来吃一块原味看看 这竹笋怎么会甜成这样 而且它那种鸡汤的感觉也在里面 好甜 好香 好温润的感觉 这刚刚跟我们刚刚清烫的不一样 又不一样 对 又不一样 它把鸡汁肉汁的味道释放在 对 又更棒 很怕 捧场一下 沙拉还是要吃吗 沙拉我挤的 对不对 光利用这样子一个鸡汤 把这个竹笋顺便跟它一起倒起来 一次就做两道 而且八分钟 对 八分钟一起好 连控肉都一起好了 我觉得控肉要留在最后吃 没错 那个是压轴 对 那要先吃 先吃套丁 对 先吃套丁 这不是套 中卷吗 中卷 刚刚我们讲的是中卷 其实它结合了 大家讲 这个结合了和蔡姐说的 林小姐说的创意料理 对 里面其实有三笋 就是看到有芦笋 有玉米笋 还有芦笋 我要沾一下那个酱 感觉看看 对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非常特别的酱汁 这个酱是用优格 优格加三葵 优格结合了三葵 对 这个夏天吃也非常清爽 我刚刚本来想到你怎么会想到这种酱汁 因为那个三葵就是结合海鲜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优格又能够把这些 这些这些鲜味 这些整个把那个三葵它那个嗆味 对 把它稍微调回 而且我刚刚就是 刚刚我们在切的时候好像有偷吃 没有沾酱已经很好吃了 这道菜你真的不这样就非常好吃 真的 而且你说做什么大菜 对 这个摆出来谁敢说它不是大菜 只有是大菜 对 你非常有面子 而且它会抢着吃 它会抢着吃 来 这边继续来吃我们的 这叫味噌 我们这个叫做味噌虾仁 绿菊粉 先来吃吃看这个笋 这个笋又不一样的味道 好 这笋又刚刚跟我们吃这个沙拉 吃中卷 完全味道又不一样 虽然也是简单的笋料理 对 但是每一个层次在它表面上的味道 对 我觉得笋它其实 上的味噌又不一样 几乎也是百搭了 真的 几乎也是百搭了 来尝尝看这个香 这个虾就是不能烫太久 不然就会老掉 好甜 又Q 对 我经常在讲说 林小姐你的做菜从来不加糖 加糖很少加 但那个食材 那种的鲜甜 而且是这种的甜味 我讲说它是非常自然的甜味 各位 对啊 那是很自然 不会是甜腻 在我们家从来没有味精这件事情 对 也没有什么鸡汤粉 这些都不需要了 非常鲜甜 好了 你有一个好锅 真的这些都不需要 那汤待会留最后 好 我们就压轴过来了 哇 压轴的 我跟你说这个肉跟竹笋都要吃 我先吃肉 对 各位看一看 好 我光看这样子 你这真的很像广告片里面拍出来的 真的 就是我们没做任何的效果 来 而且我们也没有放老抽 也没有放什么辛香料 卤包 通通都没有 就是葱姜蒜的味道而已 很清甜 好棒 对 好棒了 好棒 夾三次 真的很棒 那个笋的甜味 好像也进来了 进来了 连笋的甜味都进来了 而且我跟你说 盛果那个笋才好吃 我觉得比不酥那个肉 好好吃 对 有没有 各位先看 对 各位先看 整个都渗透进去了 你知道这个层次是怎么吃 真的 外头你就吃整个卤汁 这个肉汁的香气 这个咸味 对 咬到里面你看看白色的没有 对 那个甜味就出来了 对 而且林小姐你会不会觉得 先咸后甜 那个甜特别甜 真的 而且好像你吃到梨子的那种甜的感觉 对 很多吃 你看光这个竹笋就好丰富 好丰富 而且讲话讲那么久 我觉得缺水了 但是这个汤汁 哇太棒 而且这个控肉的皮也好好吃 又Q 感动 对 真的是感动 好 这个叫白饭指数 以后我们来给菜 也要弄白饭指数 真的真的 人家五个灯吗对不对 这白饭指数是五碗白饭 对 五碗白饭 白饭指数 好 马上来再品尝一下我们的汤 好 我来帮你服务一下 好 竹笋 竹笋一定要 竹笋 竹笋也一定要 鸡肉 对 我鸡肉可以不用 你鸡肉可以不用 你鸡肉不用 来 那这个给你 好 好 好 我要看看这个鸡肉 竹笋 再来个汤 哇 太棒了 哇 你看这个竹笋 它好像里面是那种 粉嫩粉嫩 非常漂亮的颜色 好 这是该你形容 真的啊 你不觉得吗 它跟一般的颜色又不一样 它 对 真的 你突然这样形容 对啊 不是 不是那种死白死白 不是 对 它是有点 甚至有点粉红色的 是 对 好直接的鲜甜 是 这个就很直接的鲜甜 然后 8分钟对不对 而且8分钟 它整个口感相当棒 有些人做出来的竹笋 是苦涩苦涩 对 好 我们看8分钟 这个鸡肉怎么样 你今天用的是鸡腿 鸡腿 一只鸡腿而已 你看这个腿 直接刀起来 就整个肉 它整个肉 骨肉分离了 骨肉就分离掉了 对 太棒了 整个它骨头的那种鲜甜味 都释放出来了 嘴巴稍微抿一下就分开来了 对 好 再搭一个竹笋 不过竹笋热汤的时候吃大家要小心一点 好 因为它吸满了这个汤汁 会烫 有一口会烫到嘴巴 对 对 哇 嘿 不过你这个竹笋 飘得也不错 吃起来会脆 会脆 对 很有口感 然后没有很强味的味道 它扮演非常好的一个角色 好 这个鸡汤要回来 这个汤 对 什么是人间美味 真的 什么是人间美味 今天所有的笋料理 让我们吃起来真的是 觉得心里面好顺 好舒服 好舒服 对 夏天就是要吃这样的料理 夏天吃当令的笋之外 我们刚刚也讨吉祥 让大家能够试试顺利 对 而且我说实在 这么好吃的美味 吃到你整个肚子里面 到胃里面 到肚子里面 那都是好顺的 好舒服的一个感觉 谢谢林小姐 谢谢果哥 今天给我这么一个 顺顺的感觉 非常好 也希望大家学起来 在家里面就煮 当令的绿竹笋食材 谢谢林小姐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